Hello 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讲 Areas and Volumes 的师傅书 我们上一段视频已经看了一些关于Volume of a Cylinder 的问题 我们今次就继续讲 一个3D 图形除了讲它的Volume 外 我们还会找什么呢?就是找它的 Surface Area 所以今次我们会讲如何找一个 Cylinder 的 Surface Area Total Surface Area 所有表面的面积 我们上年学 Prism 时,其实都一样,我们要找它的 Total Surface Area 其实要怎样?就是要看它有多少个面 将每一个面的平面形状的 area 加上它 就是它的 Total Surface Area 所以 Total Surface Area 基本上我们都没有特定的公式去找的 我们是斩开它做一个个面 我们每一个面找完,加上它就是它的 Total Surface Area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 Cylinder 究竟有多少个面呢? 那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数到,首先有 顶和底有两个 Base OK,这已经是两个圆形 即是我们需要有两个圆形的 Area 再加上的是什么呢? 它围住的是一个曲的面 所以它只有一个曲面的面积 Curved Surface 所以一个 Cylinder 其实我们只有这三个面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 Total Surface Area 的一个 Cylinder 其实就是要将它的 Curved Surface Area 再加上它两个面 的 Area OK,那就是它的 Total Surface Area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咦? 底和顶,即是两个 Base 都可以找到,因为是一个圆形 圆形的 Area Pi R Square 但是它的 Curved Surface Area 又如何找到呢? 那我们就看看 好像这一条的 动画那样 我们看到 其实一个 Cylinder 呢 我们可以展开它 就变成了一个 长方形 OK,而它的顶和底当然是一个圆形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它整个曲面 垂直 剪开它 就变成了一个 长方形 来算了 OK,你又或者可以在家里找一下有没有罐头 罐头其实也是一个 Cylinder 罐头上有一个胶纸 包装纸 你试试 垂直割开包装纸 抹开它,其实就是一个 长方形 来算了 即是说,如果我们要找这个 Curved Surface Area 其实就是要找了这个 长方形的 Area 是多大 好,那么你看到了 它的高 不是就是Cylinder本身的高 所以是H 但是它的阔呢 它的阔是多阔呢 即是打横着长的这个条 那这里写2Pi R 为什么是2Pi R呢 是什么来的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 Croved Surface 你剪开的时候它摊平 上面的这条长边 其实 不是就是围着整个圆形 贴着那条边 对不对 那你需要卷起它 你拿一张帖 卷起它 它上边 其实它上边的这条边 刚刚好 是沿着这个圆形 卷起的边 所以其实呢 这条边 就是个圆形的边 即是我们叫做圆周 即是Circumference 我们学了了 Circumference of a Circle 一个圆形的圆周 就是2Pi R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它是2Pi R 所以呢 这个曲面的面积 Curved Surface Area 就是用这个圆形的圆周 OK 我们的Base的圆周 Circumference 再乘回 这个圆形的高 OK 即是说2Pi R 乘回H OK 所以就是2Pi R H OK 这个Circumference area 就是我们怎么找出来的呢 就是我们将它 剪开了 垂直 剪开了 Circumference 我们摊平了它 我们就找到 这个Circumference area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 Surface Area 这个Circumference 我们就会找 如果我们只是想要 它的Circumference area 我们就是2Pi R H 而我们的Circumference 有机会 好像我们之前的问题 其实它是一只杯 来的 OK 一只杯 一个container 上面没有 盖子 没有面的 OK 即是说 它只有曲面 再加上底 OK 所以一个Total surface area of一个cylindrical container 我叫做 即是一个圆柱体形状的 溶器 它只有底 就没有一个顶的 OK Without the 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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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个盖 没有一个顶的话 它的Total surface area 应该是曲面面积 Circumference area 再加 它的底 Base area 所以在2Pi R H 再加 1Pi R Sq OK 因为是一个圆形底 加1Pi R Sq 而如果 我们想找到 Total surface area of the cylinder 是整个完整的 Circumference 是包括了 顶和底 两个basis 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 将曲面面积 2Pi R H 再加 两个 Base area 即是 2Pi R Sq 然后 所以你看到 画这么多条 方法 对了 有那么多条 我们是 不用记得那么多条 当然 正如 我们之前 找Total surface area of a prism 的时候 你都不会记得那么多条 方法 你最主要记得什么 其实我只 将每一个 面 的area 加上 就是了 所以 其实这里 最重要最重要的 应该要记得 Curved surface area of a cylinder 是2Pi R H OK 是怎样找出来的呢 你记得怎样找出来呢 就更加简单啦 因为你记得 它是 其实是 Circumference 整个height 而Circumference 圆周的公式 大家都应该记得 2Pi R 所以其实 回到我最一开始所说 其实整个书 最重要记得的 就是两条式 第一 是圆形的圆周 Circumference 2Pi R 第二 就是圆形的圆面积 Area of a circle 就是Pi R Square 只要记住这两条 而我们之后的 这些cylinder 的Volume Total surface area Circumference 又或者Sata Art Link 全部 都是由这些圆形 的圆周 或者圆面积 去引申出来的 方法 OK 所以 只要你记得是怎样 得出来 其实 你就记得了很多 公式 OK 记住这个 Circumference area for a cylinder 2Pi R H